北京是一个很合适艺术家生活的地方 就有一些店里的人 人跟人比较交流人 很认气 很开放 我应该是纯艺术的话 第一批在美院本课毕业的香港人 某一个年龄段突然感觉 我想去认真的在学校化 看我能不能干这个事 然后后来发现可以在北京学 在美院学半年 那个时候就想着学半年就回去了 没想过要留在北京 学完半年以后感觉 这个地方也挺好玩 在香港长大不会想离开的 因为一个是一个安全区 作为一个学务导人 你满不满足现在的状态 光是教科可能变成一个工作 但现在我的状态不光是一个教科可能的简单 可以跟不同的朋友分享我们生活 我从这个隧道上来 往上看 哎这是个蓝天啊 那个感觉是香港是没有的 因为香港所有隧道一上来 这一定是一栋一栋楼 那里你的空间那个是个天和和里 你往上看全都是楼房 就空间感差很远的 我喜欢带北京是因为我习惯了这个圈子 北京有很多奇怪的圈子 甚至有种金属地下音乐圈子 都要比香港蓬勃很多 香港的一处圈子 处理没有一个有趣的不同的群体 人在香港如果接触这些 一周有一节可以很很宝贵 住在香港之后感觉不到 香港人是比较保守 现在真的离开了 我发现香港的艺术氛围都比较保守 如果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它不会去吸 北京的情况 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 他们会报名 参与工作坊 参与课程 想知道里面的什么东西 北京是一个很多空间的地方 当你找到那个空间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当你安全之后 你就会更放松 更放松就可以更有创意 更可以找到你自己 人生就是这样了 速度变成 Julia 볼手 大归 你说 そして 到底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